大家好,我是靈侵祭息塵 好高興見到大家 今集是小小的里程碑 已經weekly來到第20集了 感謝大家對這個系列的喜愛和支持 如果你有甚麼意見或者看法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知道 想開始今集內容之先 先問自家廣告 我早幾天發佈了Ergamy三款支架的實測影片 如果你正在為自己手上的閱讀器 尋找穩定易用的支架 不妨去看看是否適合你的心水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 伊鷹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伊鷹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那裡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現在就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兩週 向伊鷹世界所發生的新鮮字幕 去片 第一則是伊鷹身份的介紹 大陸上科技在5月才剛推出 世界上首款曲面25.3吋黑白E-Ink顯示器 想不到兩個多月之後 就迅速推出了彩色型號 同樣是全球首款25.3吋彩色E-Ink顯示器 名為Paper-Light Color 這款顯示器採用了Kleidel III彩色E-Ink屏幕 可以顯示4096種顏色 擁有3200x188的3K超高清解像度 以16-9的比例呈現 此外它採用了大陸上科技的H-Color Filter技術 可以增強顏色的對比度 亮度、文字清晰度和動態顏色效果 配合它們招牌的Turbo高刷新率技術 機能夠流暢顯示 亦都有良好的觀看體驗 此外它還有效地消除LCD屏幕 所產生的藍光和閃爍刺激 而這款Color也延續了Paper-Light系列一貫的特色 可以輕鬆切換環值顯示 兼且配有前燈 可以照顧到使用者不同的使用需要 而支援Mirror Class AirPlay無線傳輸技術 以及配備2.4G加5G傳輸 能夠讓到用戶的手機平板不基本 以極低的延遲無線連接顯示器 Paper-Light Color提供了兩個版本 黑騎士版和曲平板 黑騎士版整個顯示器都是全黑的外觀 而曲平板就是採用了一體成型金屬製造工藝 金屬的質感配合舒適的4000R彎道 帶來更加的觀看體驗 Paper-Light Color顯示器的推出 將會為需要高質量顯示器 又需要長期使用電腦的專業人士 提供了更加護眼的選擇 目前大上科技的Paper-Light Color顯示器 暫時還是定價未明 官方表示稍後會在Indiegogo平台進行眾籌 推出這一款新品 佳時會再為大家報道進一步的定價和產品詳情 其實真的有點猜不到 當Kaleido III 13.3吋的屏幕 都未見到有正式量產的商品 不少E-Ink愛護者還在估算紋石 何時會推出Tab XC 或者13.3吋MIRROR顯示器的彩色款的時候 猜不到大上科技竟然會直接跳一個尺寸 直接發佈了25.3吋的Kaleido III產品 確實驚人 現在還未知道價錢 但估計應該同樣驚人 我自己就猜大約2萬港元左右 不知道進不進 有趣的是台灣的紅老闆也就著這個議題 講述了今年彩色E-Ink愛護者的市場 其實是相當相當火熱 大上科技的這個舉動搶先佈局的成本 會是相當驚人 而在E-Ink快拆潛設器的市場當中 主要是13.3吋和25.3吋兩個尺寸 其實就是大上的Paperlight系列 和文石的MIRROR系列之爭 現在大上就先出招了 暫時未知道會何時有正式的出貨 但可以估計到一定會佔去了頭淡湯 要知道這一班願意給可能1萬多2萬元 買E-Ink 25.3吋電視器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專業人士 基數少,但購買意欲強 金錢不是他們的最主要考量 買了這一邊的產品 基本上就不會再購買另一品牌 同類同質的產品 而彩色一出,實用性會大得多 亦都是一大有因 讓到有新的一班人會願意 進入使用E-Ink顯示器的世界 或者將原本的黑白款升級 不知道文石何時會推出13.3吋的MIRROR 和25.3吋MIRROR PRO的彩色版呢? 我估計都是應該會首先推出Tab XC 第二則,繼續是E-Ink新聞的介紹 在2023年,帶我BICME專注在採織路線的布局 其中一個關鍵動作就是升級產品線 轉成是採用最新的Colorido3面板 繼手櫃10.3吋的Inklook Color 升級成Inklook Color Plus之後 今次輪到他們7.8吋的S6 Color 升級成S6 Color Plus 這款新產品除了搭載最新的Colorido3面板 令到彩色顯示由上一代的100PPI提升到150PPI 更加精細之外,更加配備了最新研發的 自動消除殘影算法 表示會提供12fps的刷新效果 標榜可以有效解決彩色物水平的殘影問題 BICME他們在宣傳文章中強調 新品將會給大家帶來全新愉悅的用機體驗 徹底刷新對彩色物水平殘影問題的固有認知 大家在此順帶一提BICME在上一代的S6 Color 標示採用的X-Power快速刷新技術 數據其實同樣是每秒12幀 暫未了解和自動消除殘影算法的效果 有些甚麼的差別 而在其餘的硬件規格上 S6 Color Plus和上一代基本相同 繼續是8核2.3GHz處理器 我找過資料說應該是用Helio P35是12mm制程 效能和高通625是相近 同樣搭載6GB RAM和120GB ROM 同樣配備冷暖雙色前燈 揚聲器 藍牙 雙襪黑風 TF卡槽 Android 11系統 另外它會和Inlook Color系列一樣 會內陷Track GPT App 用戶可以和它聊天 用來寫作和總結會議紀錄 而配合前後雙鏡頭 亦都是依應產品小件的配置 前鏡頭500萬張鬚 後鏡頭800萬張鬚 標榜前者可以給用戶自拍 後者就可以拿來素描文件 現階段BigMe還未公佈 這個新品 在中國的定價和正式發佈日子 反而有些意外 是率先在海外發售有這個型號 BigMe正在他們海外的官方商店 BigMe Store那裏正式開售了 廉保護套的S Note Color Plus套裝 售價是479美元 BigMe在這部S Note Color Plus的定位上 可算是對標文石的Tech Mini C 價格亦都相當接近 而他們這一回強調的自動消除殘影算法 亦都可以算是和文石Tab系列的結合讀顯晶片 而出現的Book SuperFlash技術是震風相對 當然實效如何就需要有待用戶 到手S Note Color Plus之後的實施口感 不過單論配置 同樣操控Corelite 3彩色面板的情況之下 BigMe這一部配置6GB RAM 128GB ROM又能夠插TF卡 其實真是頗有誠意 兩強雙真 讓大家有多些選擇 應該都算是好事吧 第三側,同樣是E-ink身份的介紹 Pocketport推出了全新的Basic Luxe 4電子閱讀器 這款產品是一款面向入門級用戶的設備 而109.99美元的價格亦都頗為十位 Basic Luxe 4採用了6吋黑白E-ink卡塔屏幕 解像度是758x1024,212ppi 並且具有前燈,但不能夠調節室溫 它擁有8GB的儲存空間 並且擁有一個MicroSD卡槽可以擴展 並且具有USB-C端口和Wi-Fi連接功能 跟大多數Pocketbook的型號一樣 Basic Luxe 4具有位於平滑下方的物理翻頁按鍵 並且支持多種常見的電子書格式 包括帶有Adobe DRM的電子書 並且支持Dropbox進行無線文件傳輸 而這部新品的重量是155克 總括而言,這部Basic Luxe 4 是一款非常實用的入門級電子閱讀器 若果你手上有開火式閱讀器 例如文石的話,不妨留意以下的訊息 Pocketbook是不多而有支援 可以直接讀取SCSM檔的閱讀器 而文石book的裝置是不支援開啟SCSM檔的 而Android版本太新 亦不支援安裝Adobe Digital Edition App 所以如果你想在文石閱讀器去閱讀SCSM檔 原本是沒辦法的 但其實你是可以先安裝Pocketbook Reader這個App 然後當你想開啟SCSM檔的時候 選用這個App 然後再登入Adobe的戶口 你就能夠成功開啟去閱讀 好像跟這宗新聞斜得有少少遠 但真的要感謝Pocketbooks提供了這個途徑 讓我們可以在不支援的閱讀器上面 處理對用戶非常不友好的SCSM檔 感謝Pocketbooks 第四則是有趣而實用的E-ink新聞介紹 瑞士智能家居品牌Mystrom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產品Wi-Fi Button Mask 這是一款家居智能開關 同時都具備了E-ink顯示屏 以及溫度濕度傳感器的功能 Mystrom Wi-Fi Button Mask 配備了一個解像度是200x200的E-ink顯示屏 以及一火LED指示燈 是專為智能家居設計 可以跟Sonos、IKEA、Philips Hue 以及Shelley等等的品牌的產品進行結合 當你將它利用作開關的時候 E-ink顯示屏就會變成一個四火按鍵的開關 每一個按鈕可以設置三個命令 通過短擊、雙擊和長按來觸發 此外它還具備溫度和濕度傳感器 如果不選擇用來做開關 可以轉成顯示屏來顯示濕度和溫度 還可以顯示連接設備的功耗 或者陽台的發電量 你可以通過Mystrom Apps去查看這些數據 並且根據需要去進行調整 這一款新品的設計是非常簡潔 外觀小巧,易於安裝 可以掛在牆壁上 亦附有磁石貼,可以直接貼在金屬表面 它還具有長壽命的電池 可以連續使用70天 並且可以通過USB-C去充電 如果你正在尋找 是一款簡單易用的智能家居開關 這樣這一款定價59.9歐元的Mystrom Wi-Fi Button Mask 將會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撐好我這一段片 才能夠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的新聞相對沒有那麼講究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有空可以補看回 例如上集介紹了文石Book 推出了手機大社的Palmer 發售當日就已經全部受慶,令人期待 而顯示報紙頭版的32吋 Project E-Ink也十分具有特色 如果你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手分享給你的朋友去看 另外,我有一個是勾啟眼筆書法 線上自修課程 內含大約是兩小時的隔壁影片 以及雜誌的材料 只需要成為我的BuyMeer Coffee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看權限 以及我的批改 有關你和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閱讀器或者配件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裏逛一逛 以上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集的留言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 下期E-Ink Weekly見 Bye Bye Bye